在我们人类社会 练尸痞 以上是一个比较禁忌的话题 当我看了一堆动物纪录片后 才发现 会做出这种变态行为的动物 其实也不少 在这些动物中 有些是有益的监视 而有些则是无益的 但在动物界 练尸痞 真的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地球上总会有新鲜的事物 让我们感到震惊 大家好 我是阿温 今天要跟大家聊 练尸痞的动物 企鹅有可能比你想象的 还要变态 是的 有一些企鹅是完全的性变态 他们从事卖淫 练铜痞 甚至练尸痞 南极探险家 乔治·莫里·莱维克 在1910年 进行了为期12周的研究 记录了这场 害人听闻的企鹅狂欢事件 看见这样的情形 他感到非常震惊 以至于他将其中描述性变态的部分 从官方记录中删除了 这件事被保密了将近100年 莱维克发现 阿德利·企鹅做过各种 他认为很恶心的性行为 包括性胁迫 对企鹅又在进行性虐待 但最让他震惊的是 看到一只雄性企鹅 试图与一只雌性企鹅尸体交配 这个行为持续了整整一分钟 科学家解释 在南极发生的事情 与人类环境中的链尸体完全不同 有可能是雄性企鹅看见 会成群结队的 聚集在南极半岛边缘筑巢 他们会找到一个裸露的岩地 然后用大小适中的小石头筑一个草 企鹅蛋就放在石头上 石头本身当然并不保暖 但相对于潮湿的冰面来说 还是好太多了 然而想找到合适的孵化地 是不容易的 岩地上往往是鹅满为患 几万只甚至十几万只的企鹅 都在找小石头筑巢 用来筑巢的石头就像是阿德利奇尔的金钱 在这种严重工需不平衡的重压下 部分阿德利奇尔都走上了歪路 就像人类一样 阿德利奇尔无论雌雄 都对这些石头充满了热情 为了得到更多的石头 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为了筑起艾巢 不惜沦为盗贼 但这种方式比较危险 被当场勤货就是一顿咒 有部分雌性阿德利奇尔 甚至愿意用身体来换取几颗石头 有记录显示 一些狡猾的雌奇尔 从雄性那里偷走了石头 甚至没有提供性服务 作为回报 他们通过调情 但跳过了性的部分 叼上石头就跑走了 一名特别厉害的雌奇尔 在一个小时内偷走了62块石头 留下一脸茫然的雄奇尔 哼哼哼哼哼 实在太贱了 在我们这个年代 这些行为看起来也许觉得还好 但在100年前 这可是毁三冠的 大多数的企鹅 远非一夫一妻治 最糟糕的是 那些浪漫的地企鹅 竟然有高达85%的地企鹅 每年都会更换伴侣 原因是 由于他们用脚带着弹道出跑 所以没有固定的筑巢地点 因此 在每个繁殖季节开始时 没有明显的会合点 来与配偶见面 他们必须通过大喊大叫的方式 来寻找前一年的伴侣 或是只是因为当初的喜新厌旧 如果等不到原先的伴侣 他们就会找新的 地企鹅寻找新欢时 非常不避嫌 哪怕对方是之前认识的熟人的妻子 也完全没有问题 这感觉挺不道德的 但地企鹅可是动物 他们毫无道德感可言 当从南极洲向北走时 企鹅的离婚率确实趋于下降 生活在侧道以北的加勒巴克斯企鹅 是最忠诚的 每个季节都有93%的企鹅会重聚 经常被大家认为 会和伴侣终身偕老的红包企鹅 更让人大跌眼镜 有近三分之一的雌性红包企鹅 会出轨和三角链 而且是和同性的企鹅哦 原来企鹅与人类可以如此的相似 而不是除了猛就一无所有 许多种青蛙都会经历一段 被称为爆炸性繁殖的时期 熊蛙为了与雌蛙交配 而与其他熊蛙竞争 通常情况下 它们只能选择与一只雌性交配 因为雌性只在短时间内有生育能力 这导致了多只熊蛙 会试图与一只雌蛙发生性关系 由于青蛙更倾向于在水中交配 不幸的是 这可能会导致雌蛙被压死或淹死 对于雌蛙来说 这听起来不是那么有趣 但在青蛙世界里 这是一个很不幸的现实 亚马逊与零有一种青蛙 堪称事实成性 有可能它们无法辨认出 同伴是否已经死去 这种熊蛙能够从雌蛙尸体内 提起卵子 然后使其受惊 它们会爬到雌蛙的身体背部 积压尸体的腹部两侧 并有节奏地在雌蛙身后摩擦 最终这些动作会变得如此激烈 以至于卵子会从雌蛙体内排出 就像豆角里的豌豆一样 这样一来 熊蛙就可以迅速用它的精子 使卵子受精 科学家将其称为功能性炼食品 这种行为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 在爆炸性繁殖中对双方的损失 动物界中这种坚持的行为 并不是完全无用的 当然它们也不只是为了爽而已 这种行为对熊蛙来说 显然是有利的 对于这种操作 人们也从未在其他动物身上发现过 鸭子很可爱 但它们的性生活是一场恐怖的表演 荷兰的生物学家凯斯莫里克 曾经发现一个著名的事件 有一天 他听了一声巨响 砸在博物馆的窗户上 当他往外看时 他看到一只死掉的鸭子 然后附近有一只活的熊鸭 走到死鸭子的身边 持续的强暴了这具尸体 长达75分钟 我们都知道 绿头鸭存在着严重的强奸现象 有30%的熊鸭都是强奸犯 霸王硬上弓更是常态 年轻的熊鸭还会合伙欺负一只死鸭子 强奸时淹尸的死鸭多得是 让我们回到刚刚的故事上 莫里克认为 雄性的绿头鸭经常会在空中追逐死鸭 试图迫使它落地 然后趁机强暴它 这只死掉的鸭子 很可能就是被蓄意追逐的 死鸭子被强暴了75分钟 中间只休息了两次 于是莫里克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终止了这个残酷的场面 当莫里克接近那只熊鸭的时候 他还非常不情愿的离开了 令人惊讶的是 社会研究人员将死去的绿头鸭解剖 解剖显示被强奸的受害者 竟然是只熊鸭 也就是说 这是绿头鸭第一例同性链链丝皮的案例 有趣的是 这一发现也为它赢下了 搞笑诺贝尔奖 目前已知 有几种蜥蜴会对死去的蜥蜴产生链丝皮 爬行动物学家 伊万萨基马观察到 两只不同的雄性黑白太家巨蜥 试图与一只雌性尸体交配 当雌性蜥蜴干死的时候 第一只雄性蜥蜴就试图和它交配 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五分钟 然后一群额的出现 把它吓跑了 到了第二天下午 雌性蜥蜴的尸体已经腐烂膨胀 并开始发臭 但这并没有阻止另一只雄性蜥蜴的心情 并且持续了一个小时才离去 爬行动物学家指出 雌性蜥蜴身上的费洛蒙 可能比腐烂的气味更强大 这些雄性可能没有意识到 它们正试图求欢的这只蜥蜴 其实已经不过是一具尸体罢了 世界上总有一些事情 有些恶心 有些血腥 甚至病态 只要你很深入的了解 就会发现原本恐惧的事物 似乎没那么可怕了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 就帮我点赞分享 谢谢